今天就是要给你们来看一看这个项目 它是在Bukit Sedan这一边 它要来这边一定要经过这个Sedan的 Olive Hill 两个Tower分为Tower A跟B 就只有540间 也就是说一个Tower是270间 这一块地是 4.56个域 只有540间罢了 所以是Super Low Density 它的卖点是Freehold Residencial Dieter 我们来到这边是它的House Facility主要的是在这个我们的Ground Floor Ground Floor这边会有篮球场 很大个的Garden The Afton 它的Card Park是这样子的 它的Entrance是这边进 转一个大圈 那边出来的 就是这边是它的Aside OK 所以它这边就有大概6层的Card 所以你一进了这一边 所以我们这边有进来这边就是1st floor 1 2 3 这里有4楼 1到4楼 这边可以直接进的 它是这样子转直上去的啦 OK 来到这一边是它的Lower 1 Card Park 跟Lower 2 Card Park 转过来这一边 这边是它的Aside OK 你就说你的Card Park一定要从这一边转回出去 OK 就在这边出来 直接从Card Park这边做回去 OK 所以这个Project它在这个Ground Floor 有Facility 这边是它的第5楼也是有Facility的 所以5楼的Facility会有什么呢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是Ground Floor 2楼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种很多的树的 整个环境是蛮安静一下的啦 OK 这个是它的 有5个房间的Multi Purpose Hall 这一边就是它的 游泳铺 游泳铺有分为 这个是大人的啦 Olympic side的游泳铺 这个应该是Kids Pool Thereafter里面 还有一个 Playground 所以在这一边它的Gym Room是 在里面那边 就在里面 这边OK 这个分为这个是Tower A 这个是Tower B Tower A是从5楼开始的 去到去31楼 这个Tower B是6楼开始的 因为它这边比较高 所以它是在第6楼开始的 6楼去到32楼 所以它的上面也是有Root of Facility的 因为它上面是有Sky Sky Bar 记得是 所以你可以看完整个Kao City的 景色啦 这一边 这一边 540间 这里540间 就只有一个Layout OK 就是954房车 它的一层楼是有4间 4架Lift sorry 是3架Lift 各分为西 北 东 同样的这边也是一样 西 北 东 它是没有南的 南这边全部是Korridor来的 OK 所以这一边也是Korridor来的啦 所以这个 就是它的东边的Vu 东边就会有两个Vu 这个跟这个 它是对着这个 Olive Field的Commercial Area 这一边是北边 北边就是这两个 OK 它是对着Kao City的啦 我们看西边 OK 这个是西边 这两面 它是对着 那个Equim Park那一边的 OK 所以发展山已经是 Clear完那块地了的啦 应该是在Powling这了的 它这个Project在2027年的年面 会起好了 它的Layout OK StandardLayout 965方程的 OK 965方程 你可以变成这四个款式啦 OK 这四个款式 最简单的呢 这个是两间房咯 OK 这个是四间房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幅墙 跟这一幅墙 它去婉转这两幅墙罢了 如果你把这幅墙破掉 就是123咯 这幅墙破掉就是123咯 这幅墙破掉就是123 这样子咯 这个就是破掉这一边的墙 变成三间房 这个是把这一边的墙 跟这一边的墙破掉 变成两间房 OK 所以这一边 我们一进到去 它每一个单位 因为全部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Layout Either是你多了两幅墙 或者是少一幅 或者是少两幅 每一个单位都是有保险 跟那个Kitchen Bed Yard那一边的 so 我们现在要拍摄 show room 你所看到的那个touch 所看到的show room 的touch 是比较小块的 不是用这个touch 他们是用这个2x2的touch ok 大理石花文的touch so大房这一边旁边就有一个window the after sun 会事先厕所 这一个就是它的大房 其实这一幅墙也是可以破的 如果你破了 基本上这边会是一体的 这个墙是可以破的 所以你破掉了 它是这样子一体的 是非常非常大 ok so来到这一边就是我们的客厅 so客厅这边它的宽度 是有11尺的 这一边就是它的包克力 如果你是拿向北 它就会对到这个Cell City View了 保克力因为它没有做出来 不过它是有4尺 也就是所到这一边 因为它保克力是有4尺 整度4成11的 来看多一次它的客厅 来到饭庭 so饭庭 你放一个圆座是很好的去 打理的 so那边就会有另外一个房 这个就是我们的普通床 然后才来到它的kitchen家yard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配套 它有包装这个kitchen cabinet ok cool and hot也是有的 它也有包括一个干涉洗衣机 给我们去看另外一个房间 so这个房间是没有toilet的 所以这个房间它原本这边是有一幅墙的 ok 你看到黑色的线那边是有一幅墙的 所以这幅墙它是可以破的 so这个show room它是破掉了的 它破了这个show room 破了这一幅墙 所以就会演变成两个partition 这边是睡觉的area 这一边就是kitchen家yard的area 这个project它的卖一点是low dance 它这一边是高山区域 是比较安静的低端啦 要吃东西 要去puppet transport都非常容易 比如说mhardt站 像tamaeq那边 这里过去大概是一个六分钟啦 如果你要吃东西的olive hue 就有很多美食可以给你选择 so如果你要上学 它真的滑小那边也是蛮出名的 你要上班 这里去klcc 你可以采用next highway 去到klcc 我相信大概是一个15-18分钟之间 它的量量也非常的灵活性 因为你可以选择二房三房或者四房 或者是你现在选了四房 以后你住着住着要破掉那一幅墙 可能都是可以做的 不过当然以后的就是你自己 要挨几个火爆啦 这么漂亮的这个condor 价钱其实不到500千 所以我们去飞一个dron 飞上去给你们看一看它的环境 就是霸王茶几全部都在准备 大家的DIY 在这个什么金山脚 棒很棒这边 老熊熊 careling clinic 那有什么 还有这面的 哦是什么 很多东西吃啊这边 这边呢 吃的用的 面包店 waction 咖哩house 还有很多啊 有很多什么鬼都有 ID night也是有 在那边下面 ID night 很多啊这个就是olive hill啦 人家讲的大学来 拜拜